加拿大航空公司從多倫多飛往東海岸城市 哈利法克斯的AC624航班 在降落的時候衝出跑道 造成25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受傷 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 星期天凌晨30左右 這架從多倫多起飛的空客A320飛機 搭乘了133名乘客和5名機組人員 當時正在哈利法克斯的 斯坦菲爾德國際機場降落 而當地正在下大雪 我們非常感激烈 那裡沒有重點的傷害 結果的事件發生 我們為了客戶和家庭 我們跟他們非常努力 去照顧他們的需要 加航沒有說明事故發生的原因 表示正在與調查人員充分合作 有乘客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說 在飛機著陸前看到一個強大的閃光 並猜想可能是撞上了電纜 但這一說法沒有得到當局的證實 機場有關官員告訴媒體說 事故發生前後機場發生過臨時電力中斷 但沒有給出原因 其後供電已經恢復 加拿大聯邦有關機構 正在部署一個小組對事故進行調查 新唐人記者曾文先綜合報導